我不劈腿 我一定會把它結束掉 重疊一段時間 那就是劈腿嗎 Please 愛情是不能勉強 當你一開始就稍微勉強的話 到時候一定會出問題 說了三次 五次 十次以後 你會覺得這個男的 根本就是一個混蛋嗎 這一集我跪著路好 那個晚上我大概挨了五十個巴掌 我想去看外面的世界 那汪建民為什麼要分手 新的一半出現 我覺得很多男生都是這樣子 你的新的一半 所以舊的一半就算了 因為你會覺得完全要 想要趕快掌控新的那一個 所以你要把舊的這一個結束掉 所以說你也是屬於劈腿型的 我不劈腿 我一定會把它結束掉 但是可能會有重疊一段時間 那就是劈腿嗎 不是 還要解釋是不是 不是說文一點的嗎 現在換五了 好 現在換你變文的 劈腿啊 劈腿 就等於就是說 因為舊愛已經變成平淡無奇 然後變成心愛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你更需要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新的 新的特別特別的吸引你 特別特別的好 而且剛好他的優點可能就是 可能能夠填補就是說 舊的不足或怎麼樣 對 反正就是喜新厭舊就對了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你是正常 那孫某是怎麼樣 是為什麼要分手 就是不愛了嘛 哇賽 這句話都講得出來 我覺得他的回答就很率性了 就是不愛了 那是因為他現在這樣回答我們 可是他不會這樣直接跟女生說 那當然啊 這樣直接跟女生說 其實 太殘忍了一點 反正其實都是傷害啦 但是只是希望把傷害降到最低 那我們男孩子哈拉的時候 我就是不愛他 我當然分手 可是如果說我面對他的時候 我不可能會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不愛人 反正很愛會突然不愛人 你知道嗎 當相處久了以後 他可能會發現我的壞習慣 我可能會發現他的壞習慣 人都有壞習慣 但壞習慣不能容忍的時候 你可能會為了一點 這一點要分開 你可能會為了他這一點 再去找新的對象 像你這個情形就是 就像火山的爆發之前 一隻雞那個能量 他每做一個壞習慣就 就是 對 火山要另外一種形容 一開罐的啤酒 他沒事一直咬你 然後他不開你 然後一天開了 就知道你以前怎麼弄我的 不過這跟每個人個性又不一樣 孫逢是比較火爆 大家都知道的 要是我們的話 我覺得比較peace一點 那你是怎麼分手 這麼peace還會分手 那是分什麼意思 他是喝到棒叫 然後馬上出現 你怎麼喝成這樣的 有有有有 有有有 有有有 搬串的時候跟楊分手 好分手 對 你來分了 好分了 這個道歉 我覺得除了第三者 就是個性上面 相處上面 其實我覺得在愛的時候 都有得談的 尤其像我 我覺得我比較自私 就是沒有第三者的時候 我可能因為我不要寂寞 我不要一個人 那我可以遷就他有一些東西 我不能夠接受 所以愛情是不能勉強 當你一開始就稍微勉強的話 到時候一定會出問題 一直勉強 一直勉強 對然後最後就像他一樣 爆發了 對爆發了 那是受不了的對不對 那大家有沒有聽過很爛的分手理由 我太愛你了 我 你走吧 我 我聽過 我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不是我 不是 就是他就跟你說我太愛你 對 真的有這樣講嗎 真的真的 太愛你所以不要在一起 對啊 怕傷害他是不是意思 對 那真的是怪怪的 因為我太愛你了 可是我沒有辦法不玩 我愛繳獲 但是我愛你 那我就選擇我繼續繳獲 不要你傷心 不要讓你難過 他這個理由分手成功了嗎 成功啊 當你第一次講這樣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賽這什麼理由啊 你會很心痛你知道嗎 可是你說了三次五次十次以後 你會覺得這個男的 根本就是一個混蛋嗎 你為什麼要用這樣的理由來跟我分開呢 你說我不愛我了 你說你不愛我都可以接受 你因為他愛我 你他愛我就為我做一些事情啊 對不對 為我做一些改變 你用這個理由來跟我分開 真的 我覺得說多了是會成功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爛的理由 對 男生年輕的時候實在是很自私的 他就完全不會管另外一半去想些什麼東西 你完全不會在乎他 到底心理層面要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你已經到手了 然後反過來事情過了結束以後 你才會想說 哇賽他到底承受了多少的壓力 這一集我跪著路好了 每一句話都心有氣氣焉是不是 但是這個分手有時候 就算是女孩子劈腿 女孩子的錯 但是女孩子也會 哭的啊 搞到好像是 好像是 她沒有錯 對 沒有錯 我才跟我哭下去都要嗆到我 是嗎 真的 其實有一種分手理由 我聽了就很 很你知道 個影 也講得很籠統 我們個性不和 什麼叫做個性不和 個性不和你當初會撥我 個性不和你會牽著我的手在街上走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個性不和這一句話 是我很不能接受的 那麼籠統的 不然你去找一個哥哥你很和的 對 我都不會相信 你去問那麼多 截獲婚的男女好了 就現在還是夫妻相愛了20年 他們個性真的很和 不可能 對不對 怎麼可能找到個性跟你一模一樣的 真的 100隊裡面有98隊是用忍啊 都是包容啊 都是包容 那另外兩隊是100隊 對不對 沒有 撐到底 不是 都是包容啊 我們了解 我了解 還有一種分手 一定不是男人的錯 就是兵變 兵變我們錯在哪裡了 我們報效國家 我們保家衛土 他要跟我兵變 God damn it 你是不是當兩人兵試試看 你吹外島試試看 不是 你會吹白頭 其實我 你有被兵變過嗎 沒有 我先閃了 我接到兵單直接分手 是喔 真的啊 我也是 我也是 我收到兵單以後 我就直接跟他說我們不要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兵變是一定的 為什麼會一定 沒有男生不兵變的 你有聽過 你的周遭有聽過 你當完兵回來 他的女朋友還沒有換的嗎 除非當兵人先結婚 對 絕對沒有 很難 不能感受絕對沒有 大概100隊大概有0.5隊 我覺得 兵變最討厭的地方在哪裡 你知道嗎 你束手無策 對 沒辦法 沒辦法 你知道嗎 你就算條件比他再好 人家不用當兵 真的 對不對 人家還在念書 完全輸 完全是輸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假的時候 拿把槍回來把它幹掉 我也別那麼 男人去當兵以後 為什麼女人都會變心 我們都討論男生哪裡不好 沒有 OK 你能講出男生哪裡不好嗎 比方說 就 個性 習慣不好 習慣 你有哪些習慣不好 摳腳丫 對啊 戳什麼挖 追舞回來就改了啊 那為什麼不跟他講一講 叫他不要這樣做就好了 他們從小養成習慣啊 好習慣不好還有呢 還有個性不好 個性不好 嗯 你把我盾著什麼 怎麼樣算是不好的個性 好 盾女朋友也不好 嗯 不夠體貼 嗯 然後跟朋友比較好 那是沒有辦法的 然後 又沒錢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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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 又矮 矮不會 你要給他對不對 對 你也做 我沒有 他做的 不是 如果他說 你要挺他吧 沒有 他不是挺他 我剛剛講說來 那你做 你做 沒關係 沒關係 一起處理 還不是 這個是什麼 等一下你叫我抓到 好 身風都沒變什麼 太可愛了 一般女孩子講的大概 男生會討論就是 經濟問題 個性問題 習慣問題 還有花心啊 沒有 我說 我用真的 接下來問題 好 你覺得女孩子 在我們男孩子 當命的時候 兵變是對的嗎 當然是錯的 為什麼 我那個時候不但被兵變 我還是 人家是分手交別的男朋友 我是 女朋友結婚去了 真的啊 怎麼狠 你知道的 我以為有一個 就結婚去了 我當命才五個月 就結婚了 結婚了 你看這個離不離不 好險為一年 那我請問你 以後你女兒 交了男朋友 然後你覺得 他這男朋友不優 那這男朋友 剛好去當兵 你會不會催你女兒 在這個時候 就錯了吧 會啊 就是你這種爸爸支持兵變 嗨 我們這些男子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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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不痛 為什麼女人講分手以後 就這麼的堅決 這麼的 因為忍耐已經到極限了 分手等於是一個解脫 對 就是忍耐已經到一個極限了 可是愛情 不是靠著不斷的忍耐 而越來越分華的嗎 唉唷 反正就是 就是怕 就是忍耐到一個極限 就真的已經沒有辦法 如果說這個你旁邊 你跟你的男朋友 他沒有劈腿 沒有第三者出現 那你會不會因為 你也沒有第三者出現 你會不會因為 相處上面出現的問題 會 分開 我上一個男朋友就是這樣 就分開了 就已經沒有交集 你就分手了 好 愛摳腳 生活沒有交集 就是講的話題都已經開始 就完全不一樣了 就分手了 不是 你們女人怎麼會認為說 我們男人的話題 會跟你們一樣 對啊 很難耶 那什麼事情你會希望跟他講 你心情不好你難過 你會想跟他講 但是 他一點興趣都沒有 對 他根本已經沒有聽 不然就是你可能 為什麼一個人心情不好 要講出來 讓兩個人心情都不好 女生會希望就是另一半 有一個人分擔 對 然後會逗你開心 我們是諧星啊 你心情不好 老來子 對啊 這樣 這樣比較好 對啊 請問電視機前面有老來子 立刻跟他聯絡 他會跟你在一起一輩子 好不好 而且 他是非常重視朋友的 就等於說 對 就是真的以朋友為重 就像我年輕的時候一樣 男生都是這樣子的啊 對啊 我跟你講一個男生 要是他沒有朋友 這個男生遜了 對啊 一定要有幾個好喝 可是要把朋友看很重啊 那他一定會有一個比例 有多重呢 他可以把你一個人丟在家裡 然後跟他朋友出去 然後都不回來 那總比他把你丟在家裡 然後跟一堆男 一堆女生出去來的好吧 可是這樣也不行啊 他不 這樣我不能出去耶 我不能出去 我要待在家裡 然後他可以出去 所以你想不給你出去 你就不要出去 對啊 所以就是說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要公平就對了 就是互相啊 為什麼要 你外面世界有什麼好看 就這個樣子 你就跟我來大方一點說 好 那個譬如說 老公你出去玩沒關係 我今天在家休息 你放心 儘量跟朋友玩 不能都這樣 這個是我要幫他講一句話 男人都很自私 對 我們男人出去玩 我們都男的啊 那女孩子去他就開始懷疑 你到底跟誰 對不對 你跟一票女的不可能 一定有男的 其實男人就是一個強者 我不騙你 我們就講比方說 比方說我們的生殖器好了 男孩子就是 女孩子就是 你不動 有一個經驗去小便 我們去一個尿池小便 或是不然 打開上面還有 上面那個人可能上過廁所 還有一點大便購 或髒東西有沒有 你這小朋友就 就想去給他衝掉有沒有 有沒有 就想把那個隊長給他衝掉 衝掉覺得好開心 所以男孩子 天生就是一個攻擊者 所以我說當這個 阿曹 我們通常會換一間 不會再死 不過我沒得選 好不好 但是你有沒有說 你是有這個經驗 對不對 所以我說 像我現在來看男女的話 男孩子 對女孩子要稍微讓步一點 讓一點 讓一點 忍一點 疼一點 OK 女孩子很好搞定 嘴巴甜一點 那時候我女朋友過生日 而且是在 可能一個禮拜以前 就開始計畫 我們兩個 就我們兩個 然後她要在家做菜 然後做菜給我吃 我們吃完了以後 喝點酒 然後吃蛋糕 這樣子 這計畫得很好 結果她生日 前一天呢 小康 然後就說 不要 我們跟兄弟出來玩 什麼 女人 我就左右為難 你知道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叫烏龜的也是 烏龜 我們在迪斯科跳 跳 跳 我女朋友就出現在我面前 我整個人軟掉 結果就在迪斯科 就閃了 門口 那個晚上 我大概挨了五十個巴掌 真的假的 真的 這是她扁 對啊 不管那一夜 我總不能扁她吧 當然是不能扁你 不是 我以為那天喝醉 原來你臉紅是被打 當然 但是她還不錯 為什麼她還不錯 看到有人來了 她就不打 然後那時候我被打的時候 我說好恨她 你知道 好恨她 都是小康 那扁之前是不是有翻略 一點點吧 所以我跟你講酒精真的是 有時候可以讓你耐痛 那結過婚的男人 回家吵架的時候 先斑一點 像被老婆扁的時候 比較不痛 我是覺得持久 但是我是女孩子 我也會非常喜歡春捧 她會逗人開心 然後人的長得乾乾淨淨 就是矮了點 所以還好啦 還好就是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這樣做也沒有不對 對 其實多看看吧 對啊 多看看 多過癮 所以我一直鼓勵 這種想法 男女都要有 你不要去鎖死自己 也不要把別人鎖死 可是重要是尺度 你現在還抽菸嗎 不抽了 這點我要講一下 生逢做事情滿有決心的 有一次我們一起就是 睡覺前 不對 睡覺起床要準備上工 她忽然 咳嗽 不抽 不抽 從那天開始你戒掉 你記不記得 這個人好可怕 有這麼好的朋友 你說不要就不要 真的 可是她真的做得到 對不對 對 我也有這樣過 可能這個人很有決心 不抽 還好長喔 對不對 我們戒菸了不起 又進了兩天不得了 對 她就戒掉了 就戒掉了 可是我聽過一種說法 說這種男孩子 她很絕情 對 這麼好的朋友 這不是說法 這是事實 是嗎 尤其就是對女孩子 是比較絕情的 因為她說可以不要 就不要 更好的形容是 是比較果斷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漂亮吧 可以 應該是比較果斷 絕情有點太那個 這樣很好 欸